台北不到10度的低溫 氣溫急凍穿上厚外套保暖還不夠 頭上也要做到保暖工作 得戴上毛帽 因為根據研究顯示 人體有將近一半的熱量 都會從頭上散發出去 頭部可是最容易受到冷空氣襲擊 氣溫越低 從頭部散發出去的熱量就會越多 下雨覺得麻煩 就沒有特別戴帽 對… 頭覺得還好 不會太冷 對… 那你知道其實有一半熱量 會從頭部散嗎 頭部有會保暖嗎 頭部啊 不過我頭髮滿厚的 民眾常常忽略頭頂也要遇寒 有研究發現氣溫在15度以下 人體約有1 3分的熱量會從頭部散濕 4度的氣溫下會散發一半的熱量 零下10度有多達3 4分的熱量 都會從頭頂跑掉 最可怕的事情就是頭部暴露在外面 我們下半身從身體到下面 都是非常的保暖 那這時候心臟要把血送到腦部 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在這收縮又放 收縮又放的時候 壓力如果一高 血壓一高的話 就很容易破掉 就會造成腦中風 要避免腦部血管瞬間收縮不適 外出戴上帽子耳罩 口罩圍巾暖呼呼 預防高血壓發作 腦中風照上門 睡覺的時候 其實頭部也容易受風寒 所以這時候其實可以在頭上 蓋一條小毛巾也能夠保暖 另外淋完雨或者洗完頭沒吹乾 這也是大氣容易受風寒引發頭痛 只要體內血流順暢 全身自然會暖和起來 寒流來別只顧著添加上衣 保暖記得從頭做起 記者洪西玉李文科特別報導